韩国网上调查公司PMI早前向年龄介于20岁至50岁间的50名男女展开上半年最佳韩国电视剧演员以及偶像歌手的票选活动 结果早前凭聚集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荣登新一代男神的丁海盈 有份参演的另一部剧集集至牢房生活则以23.7%的得票率 力压获得21.7%得票率的漂亮姐姐荣登上半年最佳电视剧 而正在热播的剧集金秘书为何那样就以20.7%的票数排名第三 而我的黄金光辉人生和我的大叔则分别以18.5%以及17.3%的票数 位列第四及第五位 另外偶像歌手方面大叔男团防弹少年团则以38.5%的得票率 力压人庆女团twice赢得上半年最佳偶像组合 而twice则获得23.5%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位 至于女团blackpink及mama moo 男团warno1及女团web velvet 则依次排在第三至第六位 此外最佳男女演员方面 主演金秘书为何那样的朴世俊和漂亮姐姐的孙义珍 则分别以29.1%以及25.6%的得票率排在第一及第二位 丁海盈则以20.3%排在第三位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